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城门 就被蝎子金抓走了 在整段书中 除了女王对唐僧情有独钟 还有不少女妖精喜欢唐僧 当然 有的是为了爱情 更多是为了远阳 欢迎为了防止唐僧迷失的女人堆里 专门搞了一次四圣式禅心 把猪八戒吊在树上嘲笑了一番 但明白内情的人都知道 这其实是杀猪害堂 在往期文章中 蜗牛也给大家分析过 如来同志也是结果混的 也就是说 这个元阳丢失了并不可怕 那么 吴承恩为何在西游中 非得强调唐僧不得丢失元阳 而且安排多名女妖精来聊他呢 其实 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大家都知道了 唐僧是历史上的玄奘法师 玄奘法师从印度取经归来 李世民专门给他修了一座寺庙 让安心翻译经书 为了方便工作 李世民还给他配了一位助手 变基和尚 变基和尚是玄奘法师的忠实信徒 也是他最得意的徒弟 因为这个人不紧张的帅 而且能力非常强 玄奘法师觉得 要把自己取经经历流传下来 于是他口述 变基记录 出版了大唐西律记 大家不要小看这本书 这可是西游记的前审 也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 今天 印度很多古建筑的遗址找不到 都要借着本书去翻 但是 有才的变基被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看上了 她多次上门去找她 并成功摇翻了她 因为高阳公主十分喜欢变基 因此把一个金宝神枕送给了她 可是 这皇家枕头却被一名小偷偷走了 小偷又偏偏被皇宫里的人抓住了 最后 两人的事情外露 高阳公主毕竟是李世民的女儿 李世民不好下手 因此把所有的怒气 全部迁怒到了遍基身上 这 明有才华的和尚 最后被腰斩于世 这件大唐闹得沸沸凉凉的公案 不可能没留传到后世 所以 还好 接着我 这个师父 第二 第二 二十一 第二 二十一 三十一